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台湾精致茶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台湾的骄傲 那么随着有机农业促进法的上路 茶该茶也订定今年为有机茶元年 那为了推动我们国内有机茶产业的发展 全面推广Tax分类分级系统 以及台湾特色茶六大风味轮 并且呢也在今天正式发表 英文版和日文版的台湾特色茶六大风味轮 那么希望将我们台湾有机茶能够推广到国际 那茶跟观光又可以做怎么样子的结合或推动呢 这一场我们的专题演讲特别邀请到的是 日本富士之国金刚县驻台办事处处长 宫崎替山 Tezo Miyazaki处长 要以日本经验为例 为我们带来茶与观光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 欢迎director Tezo Miyazaki 有请 那今天呢我们的翻译也特别好 来到现场这边请 大家好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这个讲座 我虽然是从日本过来 但是我现在已经坐在台湾 请大家安心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时间 今天要带给大家的主题 虽然不是有机茶 但是是以茶跟观光来做一个组合的 靖岗这边的事例 来接下来我要开始说我们今天的主题 茶跟观光的未来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在靖岗县内 就是负责茶跟观光的专案的团体 它的名字叫 它的名字叫 中文我们就翻译成是 峻河企画观光局 这个是靖岗县的地区 那它做的是中部地区的一些观光的推广 然后他们就想要把日本第一的日本茶绿茶活用在一个观光的市场里面 然后把它做一个观光的项目来做一个推广 对于这次 茶是今台湾也不可能说是这样的 日本也不可能说是这样的 日本也不可能说是这样的 因為在先進社會除了說大家的生活的形態改變 然後對於茶葉的需求就變減少 然後所以茶葉的單下也就下滑 然後所以茶葉的單下也就下滑 因為在先進社會除了說大家的生活的形態改變 然後對於茶葉的需求就變減少 然後所以茶葉的單下也就下滑 然後再這樣是生產茶的茶農的高齡化的部分 所以說它這個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然後大家可能也知道說 靖岡縣其實在日本是產茶就是產量第一的地方 可是有可能在今年就會被鹿兒島縣追過去 其實我們除了生產量第一之外 我們在茶的消費量也是日本第一 然後我們在茶田的面積上面 以及我們從事茶產業的工作人員上面 你都是日本第一 然後大家對於茶的消費上面來說的話 茶葉的消費量減少 但是對於瓶裝茶的消費量卻是增加 然後茶的單價大家也看得到很明顯的在下滑 然後從事茶產業的工作人員 就是茶農的那個人數也是急劇下滑 はい 次お願いします 其實那些茶產業的人員 ほとんど60歲以上 所以平成17年 2005年的時候 在那時候就已經佔了60%以上 都是60歲以上的人口 所以他老年化非常嚴重 次お願いします 所以造成了就是非常多的茶員被廢棄掉 就是大家已經放棄了這個產業 這是今年6月30日的《静岡新聞》 這是今年6月的新聞 新冠肺炎影響下今年的茶葉的單價是史上最低 請問是否静岡県茶葉的風景可能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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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郡和觀光企劃局 他就想以觀光為一個切入點 將茶也帶入觀光的事業之中 然後來我們促進茶葉的活性化 二つ的軸としてはサービスの企画開発と 情報の発信という軸にしています 所以他們做了兩項 一個就是對於服務上面的企劃開發 以及他的一些資訊的發信 次お願いします 絶景 左側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絶景で驚いて一杯のお茶に またそれで驚くという感動する体験を提供したい 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を目指しています 所以他先讓大家 在一個非常漂亮的絕景裡面 就是美景商裡面 然後來欣賞景色 再來喝一杯 讓他覺得以往都沒有喝到很好喝的綠茶 讓他們感受到這雙重的感動 実は静岡県民非常にお茶をたくさん飲む という話をしていたんですが このようにじっくりとお茶を味わうというのは 静岡の人もなかなかありません 其實静岡人非常常常在喝茶 但是在絶景下面 然後可以悠閒慢慢的品嘗一杯茶的時間 其實他們也沒有那麼多 県外の人でしたら 尚更こういう体験には感動していただけ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所以他認為在静岡縣外的民眾 來這邊這樣子品嘗 應該對他們來說 是非常難得的一個體驗 はい 次お願いします 実は静岡県の人であっても お茶というのはいつも身の回りにあるので 人からもらうもの自分では買わない というものです 静岡縣人來說 其實還滿多人 茶對他們來說 是個很普通的事情 所以有些人根本就不買茶 因為茶都是人家會送的 はい お茶よりも今の若い人は コーヒーの方がオシャレだと はい 然後像年輕人的話 也會覺得喝咖啡 可能比喝茶還酷 この会場のコーヒーというのを 一緒にやってますけど コーヒーに非常人気があるなというの 人の多さで私も感じています お茶は小さい頃から親しんでいるので 喉を潤す普通の飲み物という意識で 皆いるんですね そして金岡縣人は 從小就喝茶 所以對他們來說 茶只是潤喉的飲料 別にお茶だったら何でもいいや というふうに日常的に飲むものです 甚至他們覺得 雖然是可以喝茶 但是他也不會特別講究 要喝什麼茶 はい 次お願いします 実はここで提言したいのは このことというのは体験の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も 然後他們這邊提出的 觀光上面的内容 一個是 就是講 体験 体験を通じて お茶を飲むということにつなげる 次お願いします 然後把体験變成是 跟物産這邊做一個結合 それで消費を 若い人にもつなげていけないか という試みです 所以需要說 這樣促進 年輕人可以 對茶的消費量 可以增加 はい こういう場所で飲むんですね 是在這種地方 掌緊喝茶 はい 次お願いします これをですね 茶畑の中のティーテラス 茶の間という名前をつけました ここでちょっとはっきり見えるかどうか分かりませんけども 見えない感が 見えないね 本当はこれ富士山が見えるんですね 其實從這個角度是看得到富士山 只是那天天氣可能有點感不太感 應該早上じゃ 要看得到富士山 想像り面看得到 はい 次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 次 このように美しい場所ばかりですね 所以他們就找了非常多很美麗的景色裡面 可以看到很美麗景色的茶田 はい 次お願いします 県内に六か所ございます 所以他們在縣内找了六個地方 そして この茶の間のことをちょっと説明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と この茶の間のことをちょっと説明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と はい 次お願いします まずは茶畑の中にウッドデッキテラスを作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それとプライベートで予約制というのが一組あたり90分間の予約がつきます お茶が2種類 お菓子もついて それから夏ですと それにかき氷がつきます はい 通常他会讓客人品嘗2種茶 然後也會敷上点心 然後在夏天的話 也會做一個剉冰 はい 次お願いします で料金が一人3000円です 然後費用的話是一個人3000日幣 はい 若い人にとってはあまり安い値段では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れども 実際に楽しんでいる方々を右上でご覧いただけます 雖然价钱上面可能對年輕人來說不一定是很便宜 但是這個體驗是非常難得 所以還蠻多人來體驗 はい 次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 次お願いします 例えばお友達 カップル 好きな物同士でそこで自由に楽しむ はい 次お願いします 例えばお友達 カップル 好きな物同士でそこで自由に楽しむ はい 次お願いします 然後呢 要再可以在那個 跟朋友一起在那個地方呢 品嘗当地最好的茶 はい 次お願いします これ良郷地という静岡県の清水の山奥の茶畑ですね 這是在静岡清水的山間的裡面一個茶田 はい 次お願いします 景色の良さで 実は六つの茶園の中で 茶の間の中で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 然後這個因為景色是最好的 所以是剛剛看到六個茶園裡面 這是最受歡迎的 其實看得到富士山 はい 今度は全体感到富士山 はい 次お願いします 開発標高1350メートルから山の下を見下ろす そういう設計になっています 所以它那個這個露台的位置 在那個標高350公尺的高度往下看 はい 結婚式とかヨガの体験などもやっています 然後在這邊呢 也舉辦過婚禮 跟這邊做一個戶外的瑜伽體驗 はい 次お願いします こちらは富士市にある茶の間です 這是在靖岡的富士市的一個茶田 次お願いします ここの茶園の主人 本田さんがやっている 五苦味という そういうサービスがついています 然後這邊的茶師呢 本多先生呢 他有一個技術叫 他日文叫做和煮 中文裡面就是混茶 就是將不同品種的茶類 茶葉混在一起 然後調和出不同的味道 はい ちょっと時間がないので飛ばします どんど行きます はい どんど行って なおかげで 作る過程はこのように 場所探すから設営までやりました 製作的情形 這邊照片都看來看出 他先找地點 然後我們再依照木工的那邊製作 はい ちょっと日本語だけですけど どんどん進めてください はい オープン サービス開始 稼働 就是从去年的5月开始市营运 然后到今年3月准备要开始的时候 却因新冠肺炎关系停止 然后在市营运期间发生年轻人其实占了三成多 然后客人的体验的回馈也都是说非常的满意 然后在日本的各大媒体也都有一些露出 然后预约的人也几乎百分之七成 快八成的人都是线外的人来预约 其实原本在三四月新查记大概也有1300人的预约 但是因为日本就宣布了紧急事态宣言之后 大概七成的客人都取消了 然后在六月的时候他们只限定金刚县的人可以去体验 然后可以做一个从这边投地特别的茶的明信片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今年他们夏天做了哪些 然后呢从今年的七月开始呢 他们又开始重新开放预约 大概也拿到了1300多人的预约 次お願いします 这是他们夏天的限定的メニュー是茶冰哦 次お願いします 这是现场做混茶的一个体验 然后目标 然后我们希望这个茶之间呢 可以是一个把茶推广出去的一个发信地 然后这边的所谓的人讲的是茶农这边 大部分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人 然后呢这边的所谓的人讲的是茶农这边 他们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人 他们对茶的爱呢就是其他人都比不上的 はい 次 这个是拍摄的地方 这边是茶农家自身上的拍摄的地方 他们也希望把茶之间做成是一个茶 就是茶园的主人以及茶师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地方 让他们可以把那个茶的好处传播出去 はい その次 静岡という地域ブランドに天から面に広げ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然后也希望说这样子可以把静岡呢 也是做一个品牌的部分 然后把这个静岡这个地方呢推广出去 はい 次 次 場所はこんな場所にあります 他们的地方呢就分布在 我们现在红色字的那个圈起来的地方 はい 細かい情報です 然后这是比较详细的一些内容 今日時間ないので詳しい事 もしご興味あったら事務所の方に連絡ください 那因为今天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详细结束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跟我们的静岡线柱台办事处这边联络 もし可能だったら動画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けど 然后可以的话想要播放一个影片 大概两分钟 欢迎立临静岡 这里有日本令人屏住呼吸般的动人景色 可以品味最高等级的日本茶而闻名 从东京出发搭乘新干线景区一小时即可前往 转眼间截然不同景色呈现眼前 这就是风光动人的静岡 一边享用新鲜食材制作的精致料理 一边眺望绿意盎然与富士山绝美景色 从日本亭可以远眺郡河湾与丘陵上的茶园 当然还有富士山也依然与民 日本江户时代的第一代将军 德川家康的遗体尊召其一致埋葬于此 九能山东教宫正是为了作为德川家康大将军的埋葬之处而建立 为了朝圣祭祀缅怀这位统一日本的大将军 全国各地的日本人都前往于此 若是前往金刚 建议您可以品味金刚当地的怀食料理 自清晨起的渔获竞标拍卖定期会在港边举行 买出货店家在这里购买渔获 当天就会进行调理 除了新鲜的海鲜以外 金刚不可或缺的就是金刚茶 金刚的中墓地区是世界知名等级的绿茶生产地 早晨在茶园里的露台上品味金刚茶温暖身心 眺望富士山与日出的景色万般迷人 金刚绝对是动人又令人难忘的旅游目的地 独特的绝景体验庙里 在金刚通通都找得到 不管是怎样的方式 至少这里望虚现实 绝对可以让您拥有难忘的回忆 城市欢迎您地铃静岗 今は日本に行けない往来ができませんけれども 将来往来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ら ぜひ静岡県にもお尋ねください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可能没有办法 马上来到我们日本金刚 那欢迎疫情结束之后 来到金刚来走走 今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非常谢谢 宮崎さん 我们下期再见